佛教自动汉全是中途 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 如哲学、文学、艺术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书法家常以佛法为奇才来奉复书法内容 这次书法艺术更加意趣与预感 历代书法家使佛教影响 由学友所成 并受推崇不胜离举 其中的宋朝的术氏、民府、黄天卿等大家 就是因为于禅宗长相扯网 因此书法中禅去并生 由民府以舍异禅师听杭州 并采法师讲其隐居的 原盖而放置的方圆案 于是以方圆开阔举着万有 以无所住住印 无所关奋施维稳 输旧文整的龙井方圆案记